在這個社會這麼多東西變動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自然 它們一直都不會變 還有什麼時候都可以讓你去欣賞的東西 今集要和大家介紹這本書是一本床頭讀物 這一本《Night's Night》 我們馬上找來它的主編 Chivas和我們聊聊天 Hello 我如果介紹給我女兒看得不行 她經常都很夜睡 我畫完的感覺是大部分年齡層都看得明白 還有會有不同的理解 為什麼你的想法要創造一本床頭讀物 感覺整個社會加上疫情 整個生活氣氛都很緊張 節奏得很快 很多時候我睡覺之前 只是想個人放鬆一點 讓自己容易一點睡覺 出發點就是希望可以做到一本書 是令人睡覺之前看的時候 覺得沒什麼負擔 是隨時都可以停下來 不是一種要保持著追進度的一種謾話 都很肯定 如果這一本是黑白作品 你一邊看下去一邊都會有些驚喜 因為裡面 收藏了一些很神秘的元素在裡面 但是你其實擺放這些部署 是想了多久 和處理是怎樣的 分鏡的時候已經決定好 如果不是會很麻煩 而且會很熱亂 想了主角先的 我就會開始想 我希望他們經歷什麼 或者希望讀者可以經歷什麼 我用我畫畫的方式 可能圓筆 或者加些什麼給他 可以簡單去說這件事 回望回頭的感覺是怎樣的呢 我最大的感覺是很辛苦 我真的天天不畫 還有因為我用圓筆畫 但是圓筆是說我錯了 第一它 它紙張有限制 它不可以拆很多下 還有那些痕會很深 或者會很髒 那時候可能有些頁數 我是要畫四、五次才畫到滿意 那會浪費很多時間 這套作品裡面 你有沒有一、兩頁你自己是最喜歡的 有的 但是是秘密來的 我一說就會劇透 要用三個形容詞來形容你這本書 第一個字可能是多謝 因為我本書裡面 都很常出現多謝這件事 我自己都有這個想法的平時 然後第二件事是自然 因為其實它裡面主要圍繞的環境 都不是我們很熟悉的一些城市 大自然的場景比較多 尤其在這個社會這麼多東西變動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自然 它們是一直都不會變 還有什麼時候都可以讓你去欣賞的東西 第三個可能是陪伴 因為裡面是說一個陪伴的故事 在這裡多謝你Chivas 那我們到時到晚再見了 好 謝謝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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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